今天的第四场赛事准备 家门打开了 魏夺标马迁六公尺的草地赛事 九号的圣皇还有十二号的迎战士 这个前速都不快 现在在前面强领放的就是果金有了 他在前面带出有大概一个马位 跟在他后面的是天降横财 然后呢有健康宝宝 接着呢就是十一号的林家巅峰 大概是一个多马位之后呢 就有七号的那是森林精 然后还有天翼无缝在他的旁边 一个多马位之后呢 就有战斗守则 他是在外侧 另外呢就还有守在内篮位置的呢 应该看看就是这个英雄本色了 然后后面一点的这个马匹啊 就包括有海豹精英 然后呢是这个14号的第一块G 然后呢还有十二号的是迎战士 后面再上来的这个马匹呢 就包括有这一匹圣皇 然后呢就是这个奔驰冠军啊 另外还有一匹尽力而为啊 是在外篮的位置缓缓的上来 到转路最后直层的时候呢 现在黄色彩衣的果金有 在内篮的位置呢 带出大概半个马位而已 再追他的就是林家巅峰 林家巅峰现在在斗这个果金有 然后后面再上来的马匹呢 包括有这个健康宝宝啊 还有天降横财 然后大外篮再上来一匹呢 是天衣无缝 现在果金有已经带出 有一个多马位了 看来要赢马了 林家巅峰呢追不上他 果金有啊 果金有多次的上名之后 今天改由显文诺来撤起 终于开栽 然后呢就是11号的林家巅峰 跟着有一号健康宝宝 再来呢是天降横财 才轮到天衣无缝 然后其他的这个马匹呢 中间上来的有森林精 另外呢是这个奔驰冠军呢 呃迎战士 然后还有海豹精英 然后再内侧一点的是圣皇 另外呢就有13号的战斗守则 然后尽力而为 还有这匹英雄本色 好啦果金有 也不枉我们之前选他多回 虽然今天呃没有把他当首选啊 就只是大家都是把他放在位置而已 觉得他意味难赢 结果你看一换人啊 就显文诺做到了 果金有 这场赢让潘晓朗啊没话讲 是 47分吗 又不是说你骑了 你把评分减下去了 然后显文诺减现成的 没有 所以我觉得 这是第一批啊今天 这是今天最大的一个看点啊 呃他骑过的很多嘛 最近呢换人都迎出来的 上个礼拜就是这个叫什么 智慧神剧 那这个礼拜 嗯 就看已经第一批已经兑现了 这个 这个 果金有啊 就算了 就算了